听玉瑶讲景德镇故事 江西省大志卷期陶书瑶至续补条中 有关于万历年间烧至瓷缸的记载 他说最大的瓷缸 每座瑶只能烧一口 长辞之前的坯约重两百斤 烧瑶时间为小火烧七天七夜 大火烧两天两夜 歇火后冷却十天再开瑶 每瑶用柴约两千斤 遇到阴雨天还要再加一千斤 而需要说明的是 万历时期的钢比正统钢的体量要小一大半 可想而知 明代正统青花龙纹大钢的烧成 更是耗时费工难有成 玉瑶遗址留下那么多的钢片 就是有力的证明